增加百利堂 弟兄姊妹 朋友 星期日早上好 願你們平安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來 給我們一起參加聖家百利堂 今早早的網上聖餐崇拜 讓我們一起來到一個開始的祈禱 七八天父,我們要多謝你 雖然仍然在疫情當中 我們仍然可以無難阻的 和弟兄姊妹一起參加這個崇拜 願天父你繼續幫助我們 你向我們說話 讓我們更加有力量來跟從你 每次在我們經歷很多生活中磨練的時候 我們感謝你都與我們同在 你讓我們有弟兄姊妹彼此的代討 你讓我們能靠著你來得勝 求神你繼續幫助我們 我們仰望你,等候在你面前 多謝你,讓我們有機會來親近你 祈禱交託奉主耶穌聖明所求 Amen 接下來是敬拜讚美的時段 我們請 紅子佑老師 帶領我們 一起來到敬拜讚美我們的上帝 聖哲聖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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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圈圈大祖宰 清晨我宗歌声 穿云桑大天庭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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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悲学能祖宰 圣父子圣灵 荣归散一生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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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都从今 放下光景灌灭 环绕今海之兵 万万千千千君 共赴口百足千 喜宰而今宰 永宰亿万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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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大祖宰 海铁与山相依 我总赞每个身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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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学道主宰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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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哉 圣哉 圣哉 诸天述说上主的荣耀 穷仓传扬你的手段 外般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 有能力以华美在你胜所 地的深处在你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你 海洋属你是你造的 干地也是你所造成的 主啊 你的名是配得称颂和赞美的 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也要发声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 欢呼歌颂 因为你来要审判遍地 按公义 审判世界 按公正 审判万民 审判万民 shows me 除即是降临 我们仙境还不明 宽判万和食草 哪是成权已拎计 那旧族福利 义组案呛同复兴 那是声音临近 主降临 我们当预备清醒 主降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将将云降临 有天福的大荣耀 那是声音临近 主旧温光大 聪明的人必叹清 圣经终身里 你将主旨已显明 先知主欲言 都知名将来清醒 那是声音临近 主降临 我们当预备清醒 主降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将将将云降临 有天福的大荣耀 那是声音临近 当预备清醒 当预备清醒 将灯提醒方光明 当昨灯等待 直到救主在降临 有天福的大荣耀 祝福的大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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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将将云降临 有天福的大荣耀 那是声音临近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是的 祖今天已经胜了世界 让我们来一同唱这首歌 有时相平安如相和平有恩 有时又伤来四郎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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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何环境 我已梦足引领 我心里得安宁 得安宁 撒旦虽来清 总是烈水来临 但有主意标准 但有主美症 在我心 而有主美症 在我心 而有主美症 我心里 得安宁 我心里 得安宁 得安宁 违抗我宗罪 全定在世家上 每年 此中心 即幻常 主但我宗旦 何其妙的恩情 慘慰主 我心里 得安宁 我心里 得安宁 我心里 得安宁 得安宁 救主 快再来 实行行的境界 云彩将捐起 在主前 好痛 神 吹响 主在 灵 葬 圈 兵 愿主来 我心里 必安宁 我心里 得安宁 我心里 得安宁 得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以诗篇111篇 来赞美我们的上帝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 一心清謝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本位大 凡喜爱的 都必考察 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传道永远 他行了其事 使人纪念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他赐粮食 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药 他向百姓 显出大能的作为 把外邦的地 似给他们为严 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 他的分辞 都是确实的 是永远远远坚定的 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 他向百姓施行九属 他向百姓施行九属 命定他的药 直到永远 他的名 盛而可为 敬畏要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 是聪明人 要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今天是三一主日后 第十一主日 让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的足文 神啊 你彰显你的全能 以显明你的大怜悯与慈悲 恩着怜悯 你刺给我们 数不尽的恩典 恩着恩典 我们得以尊照你的戒名 奔跑天路 盛受你宝贵的应许 又有份于你天上的真报 靠着你的圣子 我们得主耶稣基督而求 圣子与圣父 圣灵 三位一体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时代为每一期编终灵 有戏都能够下 崇拜也抒名 有戏都能成人 道时拥有军 祂是太初成的 祂是成亡名 我闻成祂住在 乃父说唤醒 等了祂的彼岭 光顾时早上 天是实现荣耀 天真是发生 宝座是贾强 清醒是流星 天空是成同行 往许是游乱 上世知己卑微 当江最忍重 皆受世将明知 亦如宗海童 从心手指明知 上见光失踪 最后的世明知 上世见其功 心族说起不足 光颜族降临 为我悉情无等 去家留城城 我与诗堂空间 求祖为乡灵 愿与祖的炊意 光处向清醒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 贴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23至28节 贴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23至28节 请听我读出 愿赐平安的上帝 亲自使你们全员成圣 由愿你们的灵与云与生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召你们的 本事顺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请弟兄们为我们讨告 与众弟兄亲自民安 无要圣洁 我指着主祝福你们 要把这信连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尚与你们同在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今天的信息主题是 全员成圣 他必成就 我们请带离珠新学生 来为我们正导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进了主日讲道题目是 全难成圣 他必成就 经文起自于 贴萨罗里加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贴萨罗里加教会的信 最后的一段话 我在几年前很喜欢电视中的一个节目 它是拍摄社会现实生活的节目 叫做真人秀 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彻底改造 这节目的制作人 选了一间老旧的房子 把屋主安排到酒店住 之后 制作主就派出专家小组 包括了专业室内设计师 装修商等等 就这样子 就屋主全面进行装修 大约三个星期后 他们就把屋主请回来 每次这个节目到了这个时候 都看到同样的表现 就是当屋主看到他们自己的屋子的时候 惊讶的说不出话 简直不敢相信 原本老旧破烂的屋子 现在变得高贵 美观 很舒适 主人都非常的高兴 简直不曾想过 自己的屋子可以变得这么漂亮 患然一新 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段经文讲到要彻底改造 患然一新 保罗不是要我们改造房子 乃是改造比房子更贵重的 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保罗给贴撒罗尼迦教会这段祷告和祝福 也成为了今天 有许多牧师用这祝导文在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 为弟兄姐妹祝福 保罗的这段祝导文不是一种礼貌或礼仪 乃是使徒保罗对贴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种心愿 就像牧者对他所牧养的群体 也有这样的心愿 保罗对信徒的心愿 乃是要上帝的儿女们过全然成圣的生活 什么是全然成圣? 成圣就是以世界分别出来 全然成圣就是一个人完全的以世界分别出来 是入世而不属世 并不是独立生活的一世 我们要活出神完全的样式来 保罗在提多书二章十一节提到 因为神救众能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谊 在今生之手 公义 敬虔度乐 宗教改革家耶和加尔文是如此解释全然成圣 他说 全然成圣四个过程是神而你信主的新生命 逐渐的改进 随着时间的推进 在基督里越来越美 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有能力 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 就好像一只毛毛虫 经过蜕变的时候 生命渐渐的成长 最后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干到它之前的丑陋 暖暖而怕的生命 到最后得着自由飞翔美丽无比的生命 弟兄姐妹 生命一定要成长 这是很重要的 也是无法逃避的 我们信主之后 属灵的生命是绝对不是静态和停顿的 物要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 逐渐的更新和蜕变 保罗在贴撒罗里加前书二章七节也提到自己好像父母 如养着他的信徒们 如养着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当然希望 这些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能够茁壮地成长 能够更新和蜕变 这就是他这祝导文的克星目标 保罗说 我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止灾 我们等候主再来 不是静态的 而是用我们一生的年热 热复一热 年复一年的成长 一直等到主再来 或者是我们回去见主面 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新造的生命 保罗告诉我们 最终我们成圣是无可止灾的 我们有可能达到神所要的标准吗 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 要出自污泥而不然 是何等的难啊 无可止灾 是神要我们达到的目标 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 借着他 我们能全然成圣 弟兄姐妹 我深信你和我一样 都认为耶稣是绝对的全然成圣 他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以税吏和罪人做朋友 耶稣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 也不效法这个世界 耶稣是 入世而不属世 弟兄姐妹 我们从保罗的这段祝导文 一起来思考三个的问题 第一 谁使我们全然成圣 弟兄姐妹听到全然成圣 无可止灾 是否感到有压力 保罗让我们清楚看到 这个成圣的动力不是在于我们 乃是在于神 在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愿赐平安的上帝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是赐平安的上帝使我们全然成圣 我们全然成圣不是靠自己的行为 是完全依靠上帝 保罗很清楚的知道 每个基督徒的成圣 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我们书以说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我们可以知道 若要叫人生命成长的改变 是何等的艰难 如果我们靠自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要让自己变得更完美 我可以告诉你 你很大可能会失败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我们想想 每年的一月份 我们都计划并下定决心 今年要比去年做得更好 但后来还是老样子的出现 保罗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经验 他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到自己的经历 保罗在四章三节提醒我们 我们是罪人 我们并不完美 是神的旨意 要你们成为圣洁 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好行为而完美 弟兄姐妹 我们要注意 保罗在二十三节继续接下去说 使你们全然成圣 在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可止灾 无可止灾在英文 Kingshan Version翻译成 Bremeless 它不是翻译成无可挑递 Fortless Bremeless和Fortless是不一样的 我们并不是没有罪 也不是没有瑕疵 但神看我们为无可止灾 弟兄姐妹 当我们上木道班或根经班课程的时候 我们已经被教导 信徒生命成圣有三个层次 或者我们叫它为 成圣三部曲 第一 因心称义 Justification 第二 成圣 Sentification 第三 得荣耀 Glorification 我们都知道 在基督里面 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 在基督宝血里 神看我们是无罪的 我们是神荣耀的额领 所以保罗说 使你们全难成圣 在基督降临的时候 无可止灾 保罗在二十三节下半节如此说 又愿你们的灵魂体 得蒙保守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完全成圣 是因为上帝的保守 上帝保守我们的灵魂体 得以成圣 保罗在这里不是要告诉我们 人要分成三个部分 而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灵魂和身体 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是整体的成圣 在我们里面是灵魂 外面是肉体 里面的灵怎么样 外面的肉体也怎么样 我们要有正确的信仰 更要有正确的行为 信仰和行为 应当是一致的 保罗在雅各书 二章二十二节这样说 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 并行 而且信心应着行为 才得成圈 神使我们成圣 是整个人成圣的 就是灵魂和身体的成圣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我们要操练 神知道我们人只能做到 今天比昨天成圣 却不能做到完全的成圣 最终使我们成圣的 还是这位赐我们力量 恩典和保守我们的上帝 在成圣之方面 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 圣灵在我里面做感动的工作 使我们顺服 那成圣的生命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神在过去已经对我们做了 现在还在为我们做 将来也会使我们经历成圣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 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无可挑剔 而是在基督里 而是在基督里无可止灾 是赐平安的上帝 亲自使你和我全然的成圣 在基督再来时 完全的无可止灾 神要如何使我们全然成圣呢 既然神要使我们成圣 祂必保守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成圣的过程 上帝的恩典 展显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神透过教会 教会自己之间的关系建立 生命的交流 在这样一个爱的环境里面成圣成长 保罗在二十五节说 请弟兄们为我祷告 保罗告诉我们 他需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保罗是一个使徒 保罗满有上帝的恩典 保罗也可以直接和神之界的交流 保罗也可以直接领受圣灵的启示 保罗竟然也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他在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 信徒之间是需要彼此代祷的 换句话说 牧师也和我们弟兄姐妹一样 需要属灵生命的成长 身为牧师 也如保罗一样 需要信徒们的祷告 也要与信徒们有生命的交流 这就是教会的重要性 弟兄姐妹 你是否每一天为你的牧师和你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吗 你每天花了多少的时间 为你的牧师和你主内的弟兄姐妹祷告呢 保罗在26节也提到 以众弟兄们清嘴问安 勿要圣洁 清嘴问安并不是我们华人的文化 或者说弟兄清嘴更是危险 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 自古以来 清嘴是很亲密的 其实是留给家里的人的 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是教会的肢体 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因此弟兄姐妹的干系 是很亲密的 在新耶圣经中 没有提及两性之间表示心爱的接吻 只提了信徒彼此间 问安的亲吻 问安的亲吻 也不是纯上的接吻 而且保罗强调 这个亲吻问安 勿要圣洁 由此可见 信徒彼此问安的亲吻 是圣文的意思 因为他是圣徒所做的事 他象征了 信徒同俗一个基督 既是在教会里 信徒们在其中 喝而为意的事实 因此 圣文不是社交的礼仪 也不存邪念 诡诈 是指存 心里诚实 纯真 乃是一种在基督里 信徒们表达爱的方式 一方面 象征和印证 信徒之间 彼此宽恕和睦共处 这也是保罗要提醒我们 不要只在外表上跟弟兄 亲嘴问安 内心存诡计或失心 好像犹大用亲嘴的记号 出卖耶稣 那就不是圣洁的文了 在教会的团契生活 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敬拜同一位真神 我们拥有共同的盼望 就是 永生生命的盼望 圣经教导我们 弟兄姐妹 要在爱的团契里交流 一起敬拜 一起小组 一起祷告 一起学习 一起服侍 彼此相爱 彼此扶持 但是 有些人 只要相信耶稣 不愿意参加团契 不愿意参加小组 也不要参加祷告会等等 他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了 他自己一个人 可以查经祷告 读经灵修 他不要跟弟兄姐妹 有交流 弟兄姐妹 这样的想法 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虽然今天 我们都有忙碌的生活 我们的时间 非常的有限 特别年纪 年纪月大 总是在时间的背后追赶着时间 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不要续度光阴 不要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别再浪费基督用仲价赎回的生命 我们要有智慧选择 做神使业的事情 保罗在贴撒罗里加前书二章二节 已经告诉我们 走天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 我们需要人的帮助和激励 我们更需要上帝的恩典 帮助我们成长成圣 神要我们在教会你生活 教会弟兄姐妹 以爱来彼此激励 我们活在 以兰和未兰的时间里 不管你有多少神学知识 你有多熟悉圣经 你有多少服侍的经验 你有多少的恩赐 我们都需要与弟兄姐妹 有生命的交流和祷告 这是上帝给他讹你们的恩典 保罗在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美丽信徒说 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我们要看重属灵共同体的重要性 神清楚知道我们不完美 借着弟兄姐妹 不断地突破我们自己的极限 就好像一个不完美的往去 神就是陶将 我们是一团泥土 神要不但把我们 这团泥土 挑售成为神合用的瓦器 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圣 神要除去在我们身上的 不完美的东西 这就是神 挑售我们的过程 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断强化我们的罪性 使我们自益 使我们的自我欺骗 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看见别人的不完美 但很少看到自己的瑕疵 就如马太福音七章三节提醒我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凉目呢 在教会的团体生活中 有两件事很重要 第一件 我们要有圈碑的心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主耶稣教导我们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主耶稣所教导的 他亲自示范如何复旧圈碑服侍人 主耶稣亲自为他的门徒洗脚 当我们在教会你 要么你是做老大 你就要如耶稣一样服侍人 复旧圈碑的服侍人 要么你是最小的 你就要愿意聆听 并受教顺服 这一切都需要一颗圈碑的心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难免有时候会受伤 我们要圈碑 总是有时候不按照我们的意识心 因此我们要圈碑的疲齿接纳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的时候 他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 耶稣为断气之前向神说 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 就单单了一切神的离弃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要谨记 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上帝不会再拒绝我们 上帝不再厌免不看我们 上帝的愤怒在耶稣基督里 已经得着满足 我们不需要保护和隐藏自己 我们不需要再为自己的义辩赴 我们永远从这些罪中得着释放 弟兄姐妹 在教会团庆的生活中 我们以尘世疲齿对待 我们不用包装自己 我们不用高举自己 也不用贬低自己 我们需要宣卑 我们需要乐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们不要抗拒 我们不要争辩 我们通过弟兄姐妹 可以看见自己的不完美 其实弟兄姐妹是我们的镜子 使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 我们圈碑地赶过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成长成圣的意思 因为我们都不完美的肢体 我们在基督里 彼此相爱 彼此关怀 彼此辅助 一起成长成圣的教会 第二件 要以爱心所成事化 保罗在二十七节说 我指着主祝福你们 要把自信念给众弟兄听 保罗如此切切祝福 可见书信的内容 适合每一个信徒的需要 保罗的书信里 是以爱心所成事化 如保罗在贴撒罗里加前书所说的 他在五章十四节说 欠免我们 教训 警戒 安慰 在五章十八节 他告诉我们 要反思歇恩 在五章十九节 他告诉我们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他在五章二十一节 他告诉我们说 凡事要插验 这些话 都好像一把刀 好像一根针一样 刺进我们的心里面 一针倦血 有时候 教会的牧者或小组长 也如保罗一样 以爱心所成事化 你可能听了心里不好过 因为他们所说的话 有爱心 有诚实 爱心 没有诚实 是可怕的 它可以扭曲四十 在教会团契的生活中 我们都是神的额领 我们要有爱心 要有宽容的心 要彼此接纳 我们要圈碑地敞开自己 以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 彼此劝勉 安慰 教训 警戒 我们不要逃避 因为保罗在 贴撒罗里加前书 四章七节 也告诉我们说 神召我们 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我们要成为圣洁 乃是要依靠基督 神透过在基督里 保守我们 因为那招我们的上帝 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那我们要怎样事件 才能全能成圣呢 我们想想 我们什么时候 对一个人的评价说 他的生命成长了 他的生命成熟了 一般上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评估 他曾经好高物眼 现在变得脚踏实地 他曾经唯唯诺诺 现在变得自信阳光 他曾经扛傲任性 现在变得平和谨慎 他曾经胆小自闭 现在变得爽朗大方 从这些告诉我们 成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是有社会性的价值观 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会根据社会群里的评价和关注 来改变我们自己 基督徒除了社会性的标准之外 保罗在28节告诉我们说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同在 当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成圣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体会 越来越明白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其实可能有些人 不是很明白基督的恩典 是白白地赐给我们的 因此他们用自己的能力 在拼命的挣扎要做得更好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在自己的义里面了 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成圣的时候 神透过弟兄姐妹 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成圣 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 基督的恩典 一个人充满了基督的恩典 心中是充满着喜乐 若一个人充满着苦毒 心中是充满着埋怨 怒气和极端的 当一个人充满恩典的时候 他与神和好 接着他会跟自己和好 无论我们怎么做 也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 要达到上帝的实业 上帝的承认 唯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使我们就经历上帝的恩典 以神和好 所以保罗说 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当然 我们以神和好 也会以自己和好 也懂得如何以人和好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拥有上帝恩典的人 会包容别人 明白成圣的过程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要有耐心 要对别人宽容 我们要理解和接纳别人 保罗在贴撒罗里加三章十二节 已经教导我们 我们彼此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充足 因为还在成圣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不完美 当基督的恩典 充满我们的时候 使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知道 我们根本不可能完美无切 弟兄姐妹 上帝看你和看我 都不是看我们的外表 也不是看我们的才能 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 和在基督里的我们 今天 上帝在他的教会里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成长成圣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彼此相爱 不要以爱心所成诗话 不要以 圈碑柔和的心 包容别人 彼此代道 全然成圣 是上帝的心意 他必亲自保守我们 全然成圣 在基督降临的时候 无可之灾 因他召我们 乃是要我们圣洁 因神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愿上帝帮助我们 借着保罗这段助导文 使我们明白 上帝的旨意 是要我们成长成圣 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经历上帝的恩典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借着基督得蒙救赎 你保守着我们短暂的人生 你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冲击碰撞 塑造我们在基督里 更加的完美 使我们的生命 展现你的荣美 圣灵引导我们 明白并愿意顺服学习操练 基督的恩典 让我们更加的体会 也经历神丰盛的恩典 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成圣 使我们更能为主所使用 荣耀上帝 使人得益处 如此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我们要多谢大礼主神学生 带给我们今天的讯息 同样有三个问题 我们需要讨论 第一 什么是全然成圣 为什么我要全然成圣 第二问题 我能做到神要的目标 全然成圣马 我要如何实践呢 第三 请分享从整卷 《皮萨诺尼加前书》 我有何收获 劝戒 警戒 安慰 教训等等 今天要背诵的经文是在 《铁萨诺尼加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 《那召你们的本事信实的,他必成就者是》 《铁萨诺尼加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 《那召你们的本事信实的,他必成就者是》 接下来 我们要立志回应 请预备心来奉献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奉献 转入教会的户口当中 也可以将它收集 回到教会的时候 再交给财政 愿千父赐福 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各位顶照平安 今天是圣餐主日 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舍身流血 我们一起先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认罪 来到反省我们自己 求上帝来到赦灭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到 认罪文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得罪你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无知 本性乱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倒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决心悔罪 应做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你舍免我们 以往的罪恶 由私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上事奉你 就将荣耀归于你的圣命 阿们 我们一起 听这个解罪文 全能的上帝 愿意遥述一切 真生悔悔的人 愿上帝连述你们 遥述你们 并拯救你们 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事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永生 这就是靠着 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一起 有这个平安礼 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是一位 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 受洗成为一体 所以让我们追求和睦 建立我们 共同的生活 圆着的平安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圆着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你们的心 当仰望主 我们的心仰望主 我们要感谢主上帝 感谢赞美上帝 使用当地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说 自立我们奉圣子 救主耶稣基督 所作的征重 现在我们效法 祂的榜样 遵照祢的命令 并求祢 接触圣灵的能力 使这个饼和酒 作为祂的身体和补血 赐给我们 耶稣被卖的奶 拿起饼来 捉借了 就抹开 分与祂的门徒说 你们拿这个食 你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写的 你们应当这样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万分之后 又照样拿起杯来 捉借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拿这个饮 你是我立身药的血 是为你们和多人 面罪流出来的 你们要尝尝 这样行 来纪念我 基督死了 基督活了 基督要再来 我们一起读 主耶稣教导 我们的祷物 主祷物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到尊父的命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志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福今天赐给我们 又求遥恕我们的罪 愿同我们遥恕 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请求我们退离空恶 入国道权兵荣耀 全是父的 世世莫尽 阿姆 我们一起来到领寿 这个饼 和这个酒 我们今次用这个果汁 我们先打开 拿出饼 这个饼 这个饼 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的罪 来寻生 流血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来领受这个饼 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杯 主耶稣留个补血 是因着我们的罪 从十字架上被钉 而流出来 让我们在领受的时候 带着这样的心 多谢我们的主耶稣 为我们的罪 流血 一起领受这个杯 当领受之后 我们一起来到向上帝感恩 我们一起读 献身祷物 全能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用圣子耶稣 基督的 圣体补血 为养了我们 我们借着他 将身体灵魂 献给你 作活祭 求你以圣灵的大能 猜献我们出去 在生活和工作上 赞美荣耀你 阿姆 向上帝感恩 各位领受平安 我们有几项事项 来报告 请大家关心教会的事 并且为了教会 及其他事项 来祈祷 第一 全言成圣 他必成就 感谢主 赐给我们 新的一个主日 敬拜祂 基督徒生命成圣 有三个层次 恩许清义 成圣 及德荣耀 我们多谢大利主神乐生 带给我们今天重要的信息 欢迎你 一起参加线上崇拜 敬拜上帝 第二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俄国新冠肺炎病例不断上升 死亡人数累计一万人以上 医疗体系接近崩溃 救父神 私隐联盟 佐治疫情的蔓延及受到控制 医治被感染的人 安慰失去亲人的人 四十日为大马祷告 一年一度全国四十日禁食祷告 从八月七日到九月十五日举行 请大家为我们各国家祷告 恶国政治混乱 新冠疫情恶化 求上帝使那些贪婪自私的国家领袖 看见自己的不义和有限 愿意谦卑地尋求上帝的指引和智慧 大家愿意不分政治立场 同心推动利国利民的政策 第四本堂诗班性恶训练 为了教会有一群 以诗歌忠心侍奉的顶姊妹 感谢上帝 因为不能实体崇拜武显师 我们感谢雄子又老师 每星期二在晚上有线上教导师班员 下来求上帝带领师班员有好的学习 能更有效地侍奉祂 第五 崇拜侍奉人员会议 今晚8月15号9点钟 召开崇拜侍奉人员会议 请为这个会议代祷 求上帝带领弟兄姊妹友好的商讨 如何改进诸一崇拜 让每次崇拜程序能够顺畅 以至大家都有好的敬拜 也赐福侍奉的弟兄姊妹 都尽心尽意尽盛 和尽责地侍奉我们的神 第六 圣经老师监讨会议 敬请出席 我们也祈求上帝带领 还未上课的弟兄姊妹 都有渴慕主导的心 愿意一起线上上课 第七 乱弱肢体求神医治 我们要为杨志聪弟兄祷告 他将在8月19日接受第三次化料 求上帝保守、减轻负作用 亦纪念新冠感染的尖錦铭、尖俊伦、黄宝梅、 馮念起他的妈妈和宫人求神医治 我们继续为黎兴文、周庆礼 带金图祷告 为陈房金和特患能太太病情稳定感恩 求上帝医治和看顾他们 第八 为黄牧师脚中祷告 感谢上帝、今早黄牧牧师在 冰城基督平安堂及八大铃 播道会线上崇拜证度 晚上主持侍奉人员会议 星期四早上家庭团契查经 星期六上午带领盲人跟进班 和下午两点在博爱盲人团契线上证度 下主日在本堂主日崇拜证度 以及十点半在余宝神召会恩典堂 线上证拜证度 请为黄牧师代祷 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要传言的识识 求天父帮助我们 求天父帮助我们 为了新婚肺炎 仍然很严重祈祷 祷告天父你特别的私恩 来控制疫情的蔓延 也求天父你医治那些受到感染的人 也安慰那些因着新婚肺炎 而去世的人的亲人 趁我天父在你的面前 我们都求主来带领我们的私班 每个礼拜二晚上能够有好的训练 我们为了熊子有老师来感恩 现在为祂祈祷 求天父帮助他给私班园的训练 在主面前也都为了今晚夜 我们的崇拜侍奉人员的会议来祷告 求着给我们侍奉人员有好的商讨 能够可以来到在各事上 都有好的来到服侍 让我们在这个崇拜当中 能够继续有好的改善 能够大家尽心尽意 尽性尽责的来到侍奉我们的神 我们也在神的面前 伴当着圣经老师的检讨会议 在8月20日晚上举行 我们为了我们的圣经学校倡教师来感恩 愁求天父带领我们有好的检讨 能够在教学上有进步 以及人能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 来参加来上课 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为了有病痛的人来祈祷 求天赋纪念杨志聪弟兄 求主医治他的腸癌 求主帮助他在8月19日接受第三次的法尿 能够可以减少副作用 也为了感染到新冠肺炎的人 占錦榮、占晋伦、黄宝梅、冯燕喜 他的妈妈冯太太和宫人求神来医治他们 我们都为了来兴民、周庆礼、戴金和祷告 恳求天赋同样的纪念他们 也都为了陈冯金和邓婉林太太病情稳定来感恩 求天赋看过他们 让他们早日可以康复 能够平安的出愿 天赋多谢你 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 来献上这些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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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姊妹 我们来到崇拜的尾声 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和感动 愿意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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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人物 Over the États 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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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给亚洲